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問題 停車位這個問題 為什麼突然間聊到這個 因為真的是 現在很多人都想買車 尤其是最近疫情爆發 我盡量不搭大眾運輸工具 家裡頭的老車也拿出來 或是去買一台中古車 車子越來越多 車口數越來多 可是停車位有變多嗎 沒有 所以出去常常都會跟人家吵架 車位的問題 真的是越來越嚴重對不對 我這個問題 廖盈婷敢來問我 真是很夠腫 因為都是他害的 你一直叫人家買車新車 這超棒 結果最後沒有停車位 我們先這樣講 過去幾年每一年的車輛 的確都在年增 而且光是二零一八年 他就增加了大概十六萬輛 也就是停車位在沒有怎麼增加 而且大部分的公共空間 就你譬如說地叉 那種底下明明要開放停車位 之前還不是吹了半天才開 那那樣子的停車位 導致一個實際的數據 我們這樣講好了 雖然調查出來 因為我們有相關單位去詢問車主 他說大概你回家找車位 然後出發到工作地方 或是通學的地方找車位 大概平均時間是十分鐘左右 還可以接受對不對 但問題是在台北市十三點七分鐘 新北十點五分鐘 也就是你的人生裡面早起 大概將近十五分鐘 就是為了要找停車位 就是我少睡那十五分鐘 只為了找車位 好花不來喔 好 但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你知道這個第三名高雄市就九分鐘 那而且最近高雄市不是又推出說 讓前兩小時不收費對不對 讓計程車有生意 但我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日本跟臺灣都有類似的 極狹小空間裡面 新冠肺炎的流傳的病例 所以大家要要小心 好 那然後到這個台中市 大概八點八分鐘 台中市雖然很大 但是整體的狀況就是 它的這個停車位分佈沒有那麼平均 然後臺南就七點五分鐘 結果桃園市說是六點八分鐘 但是你如果去看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桃園市的開單 其實是六都之灌 也就是它的微停的罰單 是六都之灌 那你知道桃園是極少見的人口 正成長的地方 那很多從外地移入 你想想看 你在臺北無錫美工作 然後你在桃園買的房子 你可以接受對不對 那怎麼辦 一定要開車 對啊 那開車 你要嘛自己有停車位 要嘛就是得要在家裡附近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而且有不少人家 其實有兩台車 你知道這個大概有三成的人 三成的泳車者 家中是有兩輛車的 那如果你不是買豪宅 你可能底下就一個停車位 你知道我家附近有一台阿法 是停露天的 因為他停車位 他家就那一棟公寓 他住的那一棟公寓 一戶有兩個停車位 但是不夠 所以他的阿法是停在外面 他到底買幾台車對不對 哇 我實在一時間 不太理解 是不是他送小孩上駕學 要用阿法 不然為什麼兩個停車位都滿了 而晚上的時候 他的阿法要停外面 所以他們家最爛的一台車 就把他放在外面 另外兩台都超跑 這真是很奇妙的狀況 所以在這樣子 你看到桃園的違規停車開單 四十一萬件 那這個一百零六年的時候 四十一萬件 然後比一百零五年多十六萬件 也就是桃園為了要增加你的 這個周轉率 增加大家這個道路的通倡 大量開單 即使得罪選票也在所不惜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再拿回來台北講 台北柯文哲一直講說 我們機車停車位也要收費 然後這個汽車停車位也要收費 甚至巷弄內部也要化收費停車位 那你知道這樣的做法 讓他真的掉了很多選票 他很大部分的民調 是因為這樣子而掉下來 因為有些人就講說 我平常回家 雖然繞一繞二十分鐘 但我不用收費 那我現在如果回家 要比較早一點的時候 就要收費 八點以前就要收費 那我不是流落在外到八點 一定要繞到不收費的時間 這樣會造成家庭失和 那我覺得這樣子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直接講一個數據 大家就會想說 到底政府對於有車的人 是希望我們開車 還是希望我們做大眾運輸工具 因為台北市一年的停車費 數有四十六億 那然後你知道機車不是也加停車費嗎 因為捷運站附近 他讓你這個轉車的時候要停嗎 雖然只有二十塊 但是還是增加 可是這裡面有一部分的錢是五億 是拿來補貼捷運的吃到飽的票 那你想想看你是機車主 你是不是感覺很不爽 就是我今天被你多收停車費了 然後汽車也是一樣 這個巷弄也增加了停車費 多收費是拿來補助大眾運輸工具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看到的確車子增加速度很快 但是停車位增加的速度卻不夠快 那而且我們還是要呼籲一下 就是保護自己是你自己的責任 不要聽政府什麼這個捷運 是算是一個公開的空間 可以不用戴口罩 我才不信 為什麼今天要來討論車位問題 就是既然這樣子 那開車上下班是比較安全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你開車上下班之後 你是不是找到停車位 所以目前看起來數字真的是 深多周少 的確有很大的挑戰 對嘛 今天竟然早已來 第一開始就先譴責我 我們叫大家買車 我們一定要幫大家解決 大家停車的問題 有很多科技的方法 聰明的方法好不好 我們好好來規劃一下 甚至連錢都可以幫你省下來 這一個叫民生問題 但事實上他已經衍生成社會問題了 如果有志先生 為了停車反目成仇 大有人在對不對 大家乾脆在停車位上寫名字不就好 不行到時候被張乃婷寫滿他的名字 不行 沒有我會多寫一個 然後畫雨傘這樣 兩個名字對不對 我跟你講社會新聞 有時候我自己跑到 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你知道嗎 因為兇殺案不過財殺仇殺情殺 對不對 大家跑被我們社會記者念 念那麼久了 反正遇到有人說殺人的 你三個方向 對 不是財 就為了錢嘛 仇嘛 一個是情嘛 我跟你講後來 我真的到最後有時候 我真的搞不是很清楚 像為了一個停車位殺人 蛤 真的耶 這是在衝下 我想一想說實在是 像那個 而且不是為了停車位 是那時候台南在辦一個廟會 他沒有地方停嘛 然後後來就炒 他想說他看到一個檳榔攤 剛好是他前女友 他就想他自己人嘛 他就檳榔攤子炒下去 然後他就去忙他的事 回來之後一定撞嘛 你就可以這樣停啊什麼這樣 自己人嘛 之前都是幫忙一下嘛 對不對 往日情懷啊 對啊 交往那麼久了 而且以前男朋友 又是我的兄弟 我覺得這一次好像沒那麼簡單 他是自封的啦 還真的是 這感覺好像不是停車問題 這好像是人際關係 有點複雜 你看前面有一個停車位 然後現在搞的後面 你要講到前男友前女友 但是我跟你講 學合真的 他們真的沒有感情問題 因為他真的 他跟他朋友真的變好朋友 他真的就是 你男朋友什麼的 就真的講 警察問比例的時候 沒有真的那麼恨了 都已經過了 以前和平分手了 對 主要是他 他不是因為care說 你搶我女朋友 他不是搶 是 他真的就是分手 然後加下一個 是因為他說 你不是我兄弟 就是我們的關係是三角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跑來跟你抱怨 學合 你現在女朋友 以前我的女朋友 現在怎麼搞得這樣 我停個位置 會怎樣 會死是不是 結果 你知道 不要指我 你解釋一下三角關係嘛 你現在帥土之兵 你不要為我吵架 OK 沒有 不要想太多 然後學合就回我一句話 拜託 一個男人 也要有一點風度好不好 我覺得我太不開了 我們不是兄弟嗎 女友可以分 但車位不能分 是不是 我就不會送 我說你再講一下 拜託 我們兄弟一定要 一定要搞得這個樣子嗎 結果他還是很不爽 結果我更不爽 好 沒關係 搶了我女朋友 搶了我停車位 現在是兄弟不能回去拿一把槍 就把他打死 是真的喔 真的就把他打死了 那順便呢 因為看到旁邊那個前女友 也不爽 蹦蹦蹦也給他刪槍 就真的把他打死了 打死之後還在砸檳榔攤 後來被抓回去 就是為了那個停車位 這麼怒 沒有 他是前科喔 他是保外介護醫 跟陳水扁一樣 我們這段也要講到 陳總統不要搶停車位 太敏感了 要走到那地方 保外就醫 你看他開槍殺人 回去 站 站 嘎 我跟你講就馬上又過去了 我跟你講他要搶停車位 搶到什麼 大家最常講 在外面都擺花盆有沒有 擺什麼 佔停車位的 我跟你講鄰居是真的最麻煩 剛剛我有跟盈廷聊嘛 我停車位 我最挑的就是鄰居 是不是社會問題 就為了 我跟你講 大家有時候停車就放下 剛剛學衡的前面資料也提過 臺北市十幾分鐘 臺南高雄都是個位數 已經算好找的 都會開槍殺人 都會用告上法院的 對 大家平常時停車 大家都等多久 張乃婷你停車 因為你都會賣可愛賣萌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看學衡那個數據應該有誤 我大概都花三十分鐘 怎麼可能 那麼久 因為你知道臺北市很多地方 是沒有停車場 你知道老房子那裡 中校收購附近 或者是很滿的 你要去排隊三十分鐘 你去東區那個百貨公司 你要不要等三十分鐘 要嘛 一定要嘛 對不對 尤其上下班的時間 所以我平均抓三十分鐘 是我覺得OK 我還是習慣的 你脾氣這麼好 三十分鐘這樣等 我真的 我會高興去買樂透 各位跨界小營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要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 開啟小鈴鐺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受到 最新的通知 多多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 MING PAO CANADA